大将军来了 魏清临死之前想再见汉武帝一面 没想到刚进宫门就被部下团团围住 他们争先恐后地扛起了魏清的轿子 一路上所有雨林卫都向他低头示意 皇帝听说魏清要来更是激动不已 汉武帝一路小跑出来迎接魏清 两个白头老人四目相对 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 但魏清的身体已经快要承受不住了 他手脚并用艰难地爬上台阶 汉武帝也不顾什么君臣礼仪了 直接从台阶上冲了下来 魏清一辈子为大汉征战四方 却从来没有惦记着得到什么好处 因为他一直都铭记自己最开始只是个马奴 是汉武帝的慧眼石珠才改变了他的命运 但在临死之前他却向汉武帝提出了平生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请求 那就是不要废掉太子 原来是为这个 汉武帝让魏清放心 自己根本就没有起过废太子的念头 虽然这孩子一点也不像自己 但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使命 汉武帝的使命就是打天下 而太子的使命则是守天下 后世子孙如果再像朕这样继续劳民 那就会走上秦朝灭亡的老路 太子性格温和又关心民生 汉武帝相信他接班以后 肯定会失人证得民心 针对这一点毫不怀疑 但汉武帝万万没想到 一个突如其来的噩梦 竟打碎了他的一切筹划 侍卫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刺客的人影 只好一头雾水的回来覆灭 这下再也没人敢质疑这场荒唐的搜捕行为 甚至还有人趁汉武帝心神不宁 非说皇宫的东南方有妖气 汉武帝对此深信不疑 让人一路查过去 绝第三持也要找到妖气的来源 不料却在太子宫里挖出了一筐乌骨小人 太子百口莫辩 几次想找父皇申诉 都被太监拦在外面 眼看廷尉府要来抓人 为了自保 太子只能杀了廷尉 走上了谋反之路 但他的那些仓促布置 又怎么可能斗得过身经百战的老父亲呢 汉武帝只动动手指 就让太子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乔装改办坐上逃亡的马车 得知太子畏罪潜逃 汉武帝暴跳如雷 他下令严惩所有相关人员 满朝文武战战兢兢 无不尚书谴责太子 只有一个不怕死的小官 冷静地帮汉武帝复盘了谋反全过程 他认为太子是先被人陷害 投诉无门 才被逼无奈起兵谋反的 而且太子早晚都会继承大位 如果不是逼得及了 又何必走出这步险棋呢 汉武帝冷静下来之后 也觉得是有蹊跷 于是便派人暗中侦查 果然发现这一切都是丞相的阴谋 目的就是除掉太子 好扶持其他人上位 可就在汉武帝要下令赦免太子的时候 太子却已经先一步被人剿灭了 你大概以为这是给朕报喜吧 刘曲茂李广丽 让朕万年丧死 朕也要让他们断子绝孙 给朕有最严厉的手段 严惩刘曲茂全族 让他知道什么是因果报应 虽然案情已经真相大白 但太子已经没有合适的人选了 汉武帝只能寄希望于 刚出生不久的刘芙玲 请不吝点赞免太子 如果您看不吝点赞免太子 请不吝点赞免太子